鞋子疑似因为承受不住地面高温 鞋底直接破了个大洞 更夸张的是 就连脚底也间接烧出一圈焦黑 让当事人忍不住大喊 真的太热了 工人手臂晒到欧妈妈 正式炎热七月 一名在工地工作的女生抛纹 顶着高温工作到一半时 脚底正发烫 但当时手边工作还没结束 不理会继续忙 直到休息时才发现 鞋底融化了 鞋子一脱 脚底更被烧出黑一圈 有可能是他 人家踩完之后 有一个小小的撩的 钢筋还是热的 他踩到然后破掉 烫到了 他脚拿起来 后退的时候去踩到尖的东西 同行研判 应该是工地钢筋高温切断 采余的热度不小心踩到 接着反射动作抬起脚 又碰到尖锐物 鞋底才会破洞 造成脚也受伤 有些师傅真的是说 实在太热了 然后他们会想要穿布鞋 有时候是穿那种塑胶鞋 就可能在餐厅会看到的那些 厨师在穿的那种塑胶鞋 那个看起来比较像是那种鞋 对 在工地多年进一步分析 这位工作人员 应该也不是穿着 合乎规定的厚底工作鞋 而是穿博底塑胶鞋 一般工地都要求 穿俗称的钢头鞋 防杂 防似 耐磨 加上厚底 比起塑胶鞋不容易破 塑胶鞋通常是适合厨房防滑 一度烫伤是红 二度烫伤是水泡 都是这种样子 比副科医师则认为 没有红肿 没有水泡 应该只能说是熏黑 不管是不是天热 害鞋子融化 可以肯定的是 这样的大热天 还会持续到星期六 接下主持续发高温特报 几乎全台都有上看 三十六度极端高温机会 新北屏东更上看三十八度 定着高温工作 切记做好防晒 东西新闻江城 陈思豪 在台北采访报导